Hello 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视频的主题不太一样呢 我做的有点低 今天的视频主题 这是Wonder Woman theme 最近还只是在掉到 Wonder Woman这个坑里 我觉得很喜欢这个logo 很可爱 非常fun 也可能现在跟一个宝宝有关系 Anyway 今天的主题是 Sephora made me buy this 自打我怀孕以后 Sephora就与我渐行渐远 错过了去年11月的8折 和今年4月份的85折以后 我回归了 有些东西需要stock up 有些东西我需要 就想到Sephora里面去玩一玩 我觉得喜欢Sephora的女生 我们走进Sephora的心情 都是一样的 就好比小女孩走进Disneyland一样 就是看到满屋子里的 那些毛绒玩具会很激动 我们走进Sephora 可以玩各种口红 腮红 也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买的什么吧 首先我就要讲一下 我stock up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就是 我讲了我那支大铁盘 我的散粉 我的定装粉 R-glass ambient light and diffuse the light 我那个已经铁皮到 已经用我的大刷子 没有办法占粉的程度了 真的 我对它又非常爱 但是我没有 立刻马上去补它 因为我想这八折要来了 我就等一等吧 于是我就等到了它 我很开心 就是到了Sephora以后 我第一个 就先把它撞入了购物车 顺便又拿了一个 放到我好朋友的购物车里 就是这一支 第二个stock up的就是这个 Living proof perfect hair day 这个是我说它拯救了我 整个月子期 我对它有种感恩的情怀 它的味道功能都是五颗心推荐 我自从用了 perfect hair day dry shampoo之后 对Living proof 加非常相信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这个full dry volume blast 在Sephora的page上 我把这个page放在这里 它上面有一个allure的 获奖的logo 所以我想它一定 也不会让人失望 买它的原因是 我是短发 我这种发型 是需要一点 嗯 就是我的头发需要一点点 啊 蓬松才会好看 因为现在太长了 就这个蓬松度更难实现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它 是不是能够 像它说的那么神奇 给我一个volume 还是讲头发 最后一个头发产品 Bumble and Bumble Sunday Shampoo 它这个蓝色的包装 我很喜欢 感觉就很清爽干净 只要我洗头 我会喷一些就是 啊 heat protection 隔天我还会用dry shampoo 所以我头发里 其实hair products 也蛮多的 我总觉得头发里面 有些东西是不能被洗发水 洗掉的 就好比你脸上 你隔一段时间 会做一次deep cleanse一样 我觉得头发也是需要的 就试一下 这支是我给我先生买的 啊 因为他 比较喜欢 嗯 就是 挤出来是默默的 可能男生比较懒吧 都懒得用手搓出默默的 他就是喜欢挤出来就是默默的 走到那个Caudly的柜台以后 就挤了一下 因为很好闻 而且又挤出来是默默 瓶子也干净清爽 应该是直男爱的那一款 于是我就买了一个给他 还有就是女生逛街就是 可能给自己买的有点多 总觉得有点guilty 要不也给他买一支吧 就弥补一下那个心理 给他买了一个 当然要给我买一个 是不是 于是我给自己买的是这个Caudly 一个cleansing oil 它是卸妆油 我看到Ingrid Nelson 我很喜欢那个YouTuber 我会把他的频道放在下方 如果你们喜欢他的话 推荐的点就是 用后感不是很油腻 所以这点吸引了我 再加上他也是 比较自然的护肤品系列 我相信他 所以再买完了他 就是给我先生买了一个 要给自己买两个补偿一下 我又买了一个套装 套装这个是Caudly的Trail Masks 它的value是63Canadian dollar 就是加币 但是他现在卖的是45 再加上打八折 我还觉得挺划算的 我认为做基础的还是需要的 比如说你每周的深层次清洁 一到两次 然后你的补水面膜 你得用 然后睡眠 比如说懒的妈妈 可以用睡眠面膜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也给了我一个机会 尝试这个品牌 且它满足了深层清洁 加保湿的这个功能 都在里面 它满足了我的需求 我觉得还不错 包装我也很喜欢 我现在很喜欢这种干净清爽的感觉 那护肤品 就告一个段落 护肤品 护发品就结束了 然后 其实我想说 我这次买的还是挺理智的 我说我这次不要买口红和腮红 于是我真的是做到了 我没有买口红和腮红 我要为自己鼓掌 然后下面讲一下化妆品 BECCA是以高光组成的一个品牌 这个是BECCA的高光套装 高光粉一个高光叶 高光叶 我想尝试一段时间了 可我们这边的Sephora 每次去店里都找不到它 我就想那算了 这种东西靠缘分 于是这次我跟我的好朋友 一起去逛的时候呢 我们俩就看到了它 于是我们一人放了一个 在购物车里 我们俩一边然后一边逛Sephora 一边聊天 我就说哎呀 其实我只想要一个这个 他很很惊喜的看着我说 真的吗我只想要一个这个 就是我想要粉 我想要powder 他想要liquid 我说哇那太好了 我们俩买一只吧 于是我们俩就买了买了一盒 然后我们俩分的 所以我觉得逛Sephora 也很好听 因为他现在有很多valued gifts 所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就是一起share 可以省很多钱 而且你看到里面 有一些不用的东西 也不用很心扉 这个套装的颜色是moonstone 我不喜欢完全看不到的highlight 我觉得那highlight有什么意义呢 我喜欢就是看有存在感的highlight 那这只它claimed 就是它能看得到 所以我试一下再跟大家说吧 就像这只也非常有名了 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这只是 to face better than sex waterproof version 我在打一支视频里 我也说过了 我很想尝试这一只 于是我在八折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justify 我买这个东西 它的包装很漂亮 是上面有这种水珠一样的感觉 就是 裸手三地 浅浅的绿 看上去也很清爽 Better than sex 之前的original version 我是真的觉得它可以创造出 假睫毛的效果 假睫毛的效果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是 它不是waterproof 所以睫毛不容易上翘的呢 不能把它作为first coat 只能作为一个add-on mascara 所以我觉得有了它 我是不是可以直涂 一个layer就够了呢 我想试一试 Sephora还有一个好处 30天内的purchase可以退 然后你过了30天以后 它可以做store credit 所以你 我觉得你想尝试的东西 没有什么风险 就是如果你买了以后 你觉得不喜欢 即便是你打开过了 用过了 就是你只要不用的太过分 就是店里是可以给你退或者换的 接下来是一只Sephora的刷子 Pro Small Shadow 这个是No.15 Sephora YouTube频道种草的 是里面的professional推荐的 它说这一只刷子完成了你所有的妆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professional推荐的还挺有说服力的 等到影影刷那么讲 你看眼影是这只urban decay 它有一个系列是moondust 就是这种3D颜色 就是3D的glitter 加上偏光色的一个系列 它有很多种颜色 这只颜色我也种草挺久了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入呢 我一直不太想买单色的眼影 我觉得单色眼影好不划算 因为一盘才卖50多 一个单色就要卖20多 但我到店里 这次到店里姨妈 真的是好美啊 就是涂在眼睛上非常有存在感 就是它就是一只普通的 一只glitter的眼影 但是你一涂你就知道 它跟别的glitter是不一样的 就让人觉得 你今天的妆容有差 就是我觉得这才是你买东西的意义 就是别人能看出来你是不同的 这个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购买 我是走到Anastasia那个柜台 因为我的好朋友他想买 那个Model Renaissance那一盘 粉色的特别漂亮的 Velvet那个封面的那个 我把他变放在这 就那盘 就是Everywhere sold out的那盘 然后我就陪他去看 结果这就是不出意料 Sephar真的也是卖完了 但他旁边就放了一个这个 我就在那摸摸这个盘 我就 然后我就随便摸两个颜色 我的头上画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我觉得每个颜色都很好看啊 我说 我说要不然give it a try呢 我想 你那盘卖那么好 我这盘应该 应该也不会差吧 于是我就拿了一个 我想试一下 它颜色真的挺美的 比较比较偏深 然后比较偏成熟的那种颜色 As opposed to Modern Renaissance 它是比较少女系 比较就是 女人心的那一种 这个就是比较 可能中性一些的颜色 比较适合我 我认为 我觉得最划算的 最盘 而且它的颜值也很高 有没有 benefit每年在 就是这种 八折八五折的时候 它都会出一些非常漂亮 让你无法拒绝的套装 首先 它的value在121 但是它卖 它只卖49 肯定变道了 再加上打八折 是不是五八四十块钱 再加上税 四十四四四十五四十六 就是我觉得pricewise 它非常值 再加上 它里面的东西是我需要的 一支是primer 这支反孔精英 我在店里有 在手背上感受一下 真的它有 hourglass veil 那个primer的感觉 让你皮肤平滑的那种功能 然后它有一支 roller lash 这也是大家都推的一款 就是但是多数是欧美 欧美博主推的了 我想尝试一下 光这一个本身就31块钱了 然后这个也是它今年新出的 眉部产品 它今年新出的八款眉部产品 这个是其中之一 上面是刷子 下面是眉高 然后它好的点是它二合一 首先二合一 其次它是防水的 就是我在店里试了一下 真的是 是擦不掉的 这里面唯一 稍微对我积累一点的 就是hula 但是我觉得夏天就是 你的face parameter的时候 就是你的周围的时候 你还是会涂一点 因为 会稍微显自然一点嘛 而它很小 就也蛮可爱的 这样包装真的好可爱 sephora 非常大方的sephora 送了这么多小样 我真的是很震惊的 我很惊喜的拿到了一只 非常漂亮的小镜子 它上面有一只唇和一只笔 就是它经典的那个logo 很漂亮 看 里面是红的 外面是黑的 挺漂亮的 最后 不是我不买口红 就送了一只口红吗 你真好 这一只是bite 然后它的颜色是pepper 就是今年就是流行 好像new的 然后 这些就完成了我今天的sephora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这只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